从四川盆地到世界屋极,海拔累计落差14000米,中间被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阻隔,一直被世界工程视为禁区的西藏,中国却在这里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,包括电网、公路、铁路等等,而其中最关键的莫过于川藏铁路。 川藏铁路从19世纪起就开始构想,当时英国垂涎我国滇稀丰富的矿藏资源,1876年英国借助烟台条约相关规定,取得由川入藏探路权利。 1897年2月,英国取得滇免铁路修筑权,在签订的条约内容中设想一条以印度为起点,经中国西藏直达四川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线路。 20世纪50年代,中国对川藏铁路项目进行勘察工作,为了让青藏高原的发展跟上全国的脚步,2014年才开始动工。 川藏铁路不仅是国家的战略,也承扎了数亿人的梦想。西藏是世界无极,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,在这里进行建设,原材料和机械不便运送,许多工程设备和施工技术也都不便采用。 川藏铁路全长1629公里,连接拉萨与成都,全线跨越四川盆地,川西高山峡谷,川西高山园区,藏东南横断山区,藏南谷底区,这五个地贸单元,全场要经历八起八幅攀爬高度达14000米。 在这么崎岁的地形中修铁路,川藏铁路还要面临地震带,高寒缺氧,交通不便等困难。 为了消除地势高差,川藏铁路采用了大量的高桥与隧道,全线桥碎比达81%,在目前正在修建中的拉萨道林芝段中,就有一条全长16.5公里的桑珠岭隧道。 汇聚了金藏高原隧道的种种问题,宛如一个地质博物馆,桑珠岭隧道中存在着眼爆、高低温、温泉水等种种不良地质,为一级高风险隧道。 其中对事工作业环境影响最大的当数超高地温,桑珠岭隧道位于海拔3572米的高原上,外部环境十分寒冷,气温通常保持在零度以下。 然而在隧道内部则是另一番景象,洞内环境温度最高达56摄氏度。 盐温最高达89.9摄氏度,接近西藏开水的沸点。 每天往隧道内运送200吨冰块进行降温,如果按照一根冰棍100克计算,相当于每天吃的200万根冰棍。 然而即便如此,隧道内的温度仍然长期保持在30摄氏度以上,工人们每工作两小时就要换岗休息。 由于地壳运动,岩层中蕴藏着大量的能量,桑珠岭隧道中有9.5公里都是岩爆区, 其中2850米为强岩爆区,380米为超强岩爆区,每天都会发生三四十次岩爆,岩爆就像地震一样,没有任何征兆。 隧道内部岩层突然就会出现岩块弹射抛射的情况极为危险。 在1200多名工作人员1125天的努力后,桑珠岭隧道终于贯通,如今拉萨道林芝的铁路已经修通了四分之三,预计2021年拉林铁路将会建成通车,中国对藏南地区的掌控力度将进一步得到加强。 有人问,已经有了青藏铁路,为什么还要修建川藏铁路? 其实这是因为青海省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,实际上绝大多数往来西藏与内地的物资仍然是以四川为主基地,只是通过青藏线绕行送往西藏的。 因此尽管青藏铁路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,但仍然不足以支撑西藏发展所需的大量资源,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,还得要靠川藏铁路。